大家好,我是黃旅,世界和平 因為我中文名字叫適合 然後大家都要收入 然後收入背後到底是來自什麼 就是說很多人收入可能來自工作 然後有人收入是來自創業 有些人收入來自投資 但是如果你是工作或創業的話 其實它中間可能是提供商品服務 它最後連結到顧客 所以其實很多人收入是來自顧客 但投資來講的話 有些也是透過這樣子來自顧客 就是說透過一系列 但是有一些投資它是透過房產投資 那它其實它背後並沒有實體的經濟 那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收入它來自 它中段是來自顧客 或是說來自金融分配 那可是這樣子收入的過程當中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來自金融分配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類似尋租的現象 那可能會造成通膨啊 點點點這些問題 那如果你是從顧客來的話 它中間經濟環節可能會碰到很多問題 比如說你背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市場 然後中間經濟環節可能會有勞力壓榨 環境污染 有一點像剛才Defactory裡面 就是說它裡面工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啦 然後或是說剛才那個小琉球裡面就是說 如果你是開民宿 那個民宿是不是符合環境生態 對 然後所以如果要考慮這個的話 大家發現說這是很大的議題 就是說可能有人就說 那如果你要考慮收入 你背後要考慮收入 來人背後是不是有符合SDGS的十七項目標 可是這十七項目標非常的多 那要怎麼辦呢 那我們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化的方法 就是說過去有人提出就是說 我們在考慮永續發展的時候 可以從簡單的三藥書去考慮 就是說環境、經濟、社會 那就是說會發現說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ic 就是說剛好是SEE 所以就把它叫做SEE的這種方向 那一個是所謂的這個永續性 那永續性的話 就是說過去來講就是說 有一個團隊他曾經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所得 我是透過投資美股來的話 那他可能就要先研究 他是不是符合SEE三項指標 那就是說 第二他對於社會和環境經濟 是不是有傷害 那可是如果只是永續的話 是不是夠呢 可能不見得夠 有時候可能要考慮說 他是不是有進展性 那進展性的話 就是經濟譬如說 他是不是成長會大於通膨 然後他環境的話 是不是對於環境有正向的貢獻 比如說他們還是減碳有貢獻 然後社群是不是有貢獻 那過去的方法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團隊他們的做法是 他用那個各個公司的 就是說用美國股票的 各個公司的這個報告書 然後去評判 所以就評判就會有點像這樣 這粗略的啦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說 如果什麼環境有 就環境就一分 然後社會有社會就一分 可是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那有些公司 如果沒有做報告書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參考 然後另外就是說有牽扯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收入來源也不是透過股票 大家可能是透過公司 或者說透過其他方式 那是不是可以 可以同樣用同樣的架構去做呢 好 那我就看最後的最後兩頁就是說 今天做什麼就是說 因為這是比較開始的 所以比較像是做一些問卷和討論 然後這個就是說 只要 就是說今天其實是沒有涉嫌 因為不要初級 所以是對於任何 所得永續發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 但是社會議題的 我們比較缺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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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